大家好,我是客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肛脏是身体排毒的重要器官 经常熬夜,暴饮暴食,做西部规律等 肛脏保护不好,则会让毒素入侵我们的体内 特别影响健康 一旦肛脏排毒不长,脸部两侧会冒痘痘 阻碍气的运行 不仅仅是脸会出现症状 而身体也会有反应表现 即时排毒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 身体有肛毒的表现 在机体代谢过程中 人体吃进去的食物、药物、呼吸进去的各种毒素 有毒的气体 以及无法及时排出体外的数变 都要先通过门径脉收集 然后在肛内被清除 肛脏这个解毒器官出现问题 人体就会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 第一,爱熬夜的 天天没有精神,非常的累 第二,莫名感到烦躁、焦虑和忧愁 第三,眼干、眼色 时间久了,眼不舒服 第四,出现粘便 第五,腰部坠肉增加 第六,有体臭 第七,晚上睡不着觉 第八,口干、口苦、口臭 第九,偏头痛 第十,指甲上会有明显的素纹、条纹 如果您有三种以上的症状 那一定要好好地养肝啊 今天就用海带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方 坚持吃上三五天 肝脏所有的毒素都会一扫而关 让你的肝脏毒素排得干干净净 所有的症状都会通通消失 首先我们来准备适量的海带 海带先加入清水 把表面的泥沙和盐分清洗掉 再加入干净的清水 给它泡发 大约十分钟左右 海带是一种在低温海水中生长的大型 海参褐藻 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 同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含有丰富的点、矿物质等元素 海带含低热量、蛋白质含量中等 矿物质丰富、具有抗辐射、减肥、排毒 促进钙吸收的功效 海带的胶质能够促使体内放射性生物 随同大便排出体外 从而可以减少放射性物质在人体内积存 也减少了放射性疾病的发生几率 海带还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 不饱和脂肪酸和胶质 能够清除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 调顺肠胃、促进胆固醇的排泄 促进肠道蠕动 有清肠、排毒、防止便秘等减肥功效 海带还富含丰富的钙 防止人体缺钙 同时经常食用 会增加人体对钙的吸收 在油腻过后的食物中 加点海带可以减少脂肪 在体内存积 我们在买海带的时候可以看到 海带表面附着着一层白酸、四白粉 那层白粉被称为甘露醇 是一种贵重的药物质 具有很好的降低血压、腻尿和消肿的作用 泡发好的海带清洗干净 切成小块 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20克的绿豆 绿豆具有清热、解毒、止渴、健胃之功效 是夏季人们喜爱吃的食物之一 肝病专家介绍绿豆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胡萝卜素、叶酸、钙、磷等微量元素 是人们比较喜欢的食物之一 可是绿豆不仅仅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它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绿豆性凉、胃肝、有清热、解毒、止渴、健胃之功效 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强食欲、抗菌、饱肝、护皮肾的作用 由此可见绿豆具有饱肝、护肝的作用 所以以肝小三羊都可以多吃一些绿豆 绿豆还有很强的解毒作用 能够排除体内多余的毒素 防止食物或药物中毒 而且绿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禽钠等 肝脏也是排毒器官 食用绿豆可以减轻肝脏的负担 改善肝功能 其次绿豆还能够改善肠道菌群 保持润肠通便 对肝病患者 尤其是肠道菌群混乱患者 有一定的好处 它还具有抗氧化和抗肿瘤的作用 对于肝脏有非常多的好处 绿豆清洗干净 加入清水先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接着再准备五颗的橙皮 橙皮可以理气、健脾、造湿化痰 橙皮顾名思义 就是成年的橘子皮 这个药物主要是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理气健脾 理气的意思就是当脾胃的契机不顺畅 出现胃的脏满感 而这个时候泡上一杯盛皮茶来喝 可以理脾胃之气 把理庸之感、脏满感全部消除 从而可以提高脾胃运化功能 所以也叫做理气健脾 另一个就是照湿化痰 正常人吃了食物之后就会变成营养物质了 那当我们吃的食物变化不彻底的时候 就变成了痰 我们叫做病理性产物 这个时候喝上一杯橙皮茶 可以把多余的痰化开 运化的更彻底 所以橙皮总体来说是有助消化、助孕化的功效 接着再准备两颗菊花 用菊花泡水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平肝、明目的功效 对于出现口肝、火腕、木齿等症状以及肝火万盛的人群 都可以多用菊花来泡茶喝 能够起到降肝火的作用 菊花搭配枸杞 有助清肝明目、促进肝脏排毒 平肝火、辅助因肝火散炎导致的目齿肿痛 事物模糊、眼睛干涉、清光眼、白肋脏等症状 菊花也是用清水简单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先把菊花和橙皮倒入锅中 加入清水先给它煮上5分钟 5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用漏勺先把菊花橙皮捞出干净 然后把绿豆倒进来煮上30分钟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煮这道汤最好用砂锅 因为砂锅保温性强 煮绿豆特别容易开花 30分钟后再把海带倒进来 继续煮上10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咚咚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您的支持和鼓励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0分钟后绿豆都粒粒开花了 我们再加入一块冰糖调一下味 把冰糖搅拌融化就可以装碗开吃了 夏天炎热我们可以多用海带和绿豆这样煮汤喝 不仅口感好 对身体好处也非常多 绿豆海带、橙皮加菊花 具有保护血管 提高心肌收缩能力 以及缓解水肿等效果 绿豆和海带都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能够保护血管 预防血管老化 清理血管中的胆固醇 提高心肌收缩力 对于老年性水肿和药物中毒 引起的水肿都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在夏天我们可以一周煮上一次来喝 对于排肝毒效果真的是理肝见影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